民眾拍下連鎖壽司店裡一對男女的背影 仔細一看 女生的頭髮之間插著一根筷子 儼然是把筷子當成髮技 而坐在一旁的男生 手機不是拍美時 而是先把筷子插頭的瞬間拍下來 民眾目睹整個過程 發文直呼 真的是太噁心 民眾覺得怪怪的 貼文一出也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說噁心當有趣 真不新鮮 還有人說看來以後都要自備餐具了 共用筷子插在頭髮上 引發食安爭議 連鎖壽司業者回應 顧客將食用筷做他圖行為 已經造成觀感不佳 及品牌形象受損 將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連鎖壽司店頻頻傳出人為惡搞 過去就有大學生 把寵物手工放在醬料碟上 還有客人惡作劇 把用過的筷子又放回盒子內 層出不窮的案例也讓網友困惑 壽司店業者到底是招誰惹誰 餐具被頻頻用來當成惡搞的創意道具 三立新聞時明期蔡有閒 桃園員採訪報導